今天我们要示范的是Synfig Studio 开放原始码的动画软体 2D绘图软体 它是做2D的动画用的 就像Blender是做3D的动画用的 Synfig是从GIMP 开放原始码的影像处理软体 所衍生出来的 GIMP应该比较多人知道 是开放原始码里面 类似Photoshop的东西 那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首先就让我们启动Synfig Synfig启动之后 你会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这个是主视窗 这里是它的工具 这边还有一些辅助视窗 最后下面有一个时间视窗 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 我们先去设定一下 我们想做一个红色的球 在黑色的背景上面 跑来跑去的一个画面 所以我先把它设成一个黑色的背景 然后按Close确定 接下来我们就选这个Rectangle Tool 然后弄出一个很大的Rectangle 把整个空间占满 接下来我选这个Circle Tool 这时候我必须要改一下 因为我现在的背景Circle需要的是红色 好 那我就在这边呢 做一个红色的球 好,这样子 我们所做的事情就 初始画面就OK了 接下来我必须要呢 进入绘图的 就是动画的编辑模式 所以我在这里 有一个小人 我把它按下去 从绿色的小人 变成红色正在跑的小人 这代表进入动画模式 动画编辑模式 接下来呢 在动画编辑模式里面 我就可以选这个很像钥匙的按钮 然后我按下Add New Keyframe 这时候呢 它会加入一个新的影格 可以看到这边出现一个蓝色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希望说 因为动画嘛 至少有两格才会动 所以我这边按ES ES的时候呢 它没有反应 但是我们这时候再按Add New Keyframe 我们按ES 它这边会跑过来这里 那再按Add New Keyframe 其实是加这个影格 当我加了这个影格之后呢 我去选这一个 选这一个键号 这个键号 然后按住它中间的这个绿色点点 把它拉到这里来 那这时候其实你已经做了一个动画了 可是你可能没有感觉到 我们按一下Play 我发现 哎 没在动啊 怎么有动画呢 那是因为你现在从 在1秒钟的地方开始跑 所以它 它跑的是后面还没动的部分 这时候我播完一次 它已经回到0秒了 那我再按播 你会发现它动了 它动只在0秒到1秒之间有动 那1秒之后就没动 那所以我们现在同样的方式呢 我就再去选2秒 然后呢2秒确定之后呢 我就Add一个Keyframe 我选到2秒的这个Keyframe呢 我就再把这个球移动到这里来 这时候呢你的2秒Keyframe就设定完成了 我再去选3秒 加入3秒的Keyframe 一样 接下来选3秒的Keyframe 再把它呢移动到这里 好 那这时候我再去设定4秒的Keyframe 好 那一样我加入4秒的Keyframe 往下拉 然后呢 我接下来呢 就把它拉回圆点 差不多在圆点的地方 好 这样子我们来播一下 看看它到底会怎么样呢 你会看到 哇 没有反应 因为它从4秒开始播 你会发现它是这样的 从1到4秒是这样 但是呢它不会重复播 OK 当然如果你想要让它重复播 应该也是可以设定 不过我们现在并不重复播 所以就这样 你可以看到我们所做出来的动画 这个红球很努力的在跑 好 那但是这里最后 因为它一开始预设有5秒 那我不想要5秒 因为我知道4秒就结束了 所以呢 我必须要设定一下 这里有一个很难找的地方 是一个小点点 那这个小点点呢 里面有edit edit里面这个是property 那我可以命名我们动画的名字 这个就叫做ball move ball move ball move x 因为我移动了一个很像x型的路径 那在这边呢 end time time的地方 有起始点和结束点 那每秒几个一个 那我就设定4秒就好 因为我只设了4秒 好 这样子我这次在播的时候呢 各位就会发现说 OK 这样子它很清楚了 好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动画完成了 那当然完成之后呢 我们最好存个档 存个档 把它save save 好 save之后呢 我这里写 就把原本我做的ball movex呢 就盖掉好了 好 那如果没有你可以自己取个名字 好 save 好 请注意它的save在比较下面 好 拉下一点 按save 好 好 那 要取代 好 就取代掉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动画 的内容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里 隐藏的这个功能 其实是蛮重要的 还有很多 那 这里 我们 可以 来 跑rander 那 rander的时候呢 我就把它输出 输出到ball move.png 应该不对 不是png 我们想要输出用png 可能 png 不太适合 可是 先暂时不管 我们试一下用png好了 好 那就rander 看看 好 那我们看看它的png的结果 到底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呢 好 我刚刚的动画 放在这里 sing big 哇 它的输出png档是一连串的 一大堆的png档 所以它这样子其实 会出示成功了 可是 不完全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我可以再试着做 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汇出成 影片 好 这里 暂时看不到 怎么样会出影片 那我们就查一查吧 好 今天的示范到这边 这一条 凡 行